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先問所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真的又親眼看到 親眼印證 而且呢 我認為啊 我表現得算相當的好 包含了昨天在股市現場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講 這麼大型的反彈節目呢 我還是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喔 這個行情已經到了年限了 這個行情已經到了年限了 所以呢 你必須要用股王概念股 股後概念股呢 正面對決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今天不是跟你純粹講說 這個行情反彈而已 我還要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這裡面有兩個重要的玄機啊 第一件事情 今天漲這個樣子 到底堅不堅固 到底扎不扎實 你可不可以跟 這是我第一個要跟各位來談這個問題啊 第二個 各位今天漲幅很多都不錯吧 各位啊 今天有很多股票漲幅都不錯吧 對對對 先介紹自己的 先介紹自己的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有很多股票漲幅都很不錯吧 從蘋果概念股到漲價概念股啊 但是為什麼有人跟你講說 反彈只是一天而已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有人告訴你說 繼續要保守一下下 到底他們講的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什麼心態會讓他們這樣子講呢 是不是前兩天的時候做錯了動作 把股票砍到低點去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我不但關心各位 未來要想辦法跟我賺大的 我甚至還要關心啊 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能不能真的跟上盡責的腳步 而且跟上來之後 真的可以所謂的趨吉避凶 甚至在最危險的時刻啊 給你最正確的建議 親愛的投資朋友 等一下我們今天有精彩的VCR 跟各位來做重播 其實你要是每天看我節目的朋友 或是上YouTube去點的朋友啊 真的這次 又再次給你命中這個低點 如同上次10616一模一樣 這個啊 10523也被命中啊 不過這兩個啊 最簡單而且最像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來做報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說過啊 今天早上你看到什麼樣的報紙啊 來 新iPhone貴三三嘛 三網臉綠啊 各位來看到沒有 我怎麼跟各位說的 我說請你注意哦 外資互砍哦 底部將會出現哦 這兩天你看到什麼樣的報紙啊 被動元件籌碼面 四大皆空 我還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昨天晚上的股市現場的節目 我所主講的 而且這個是我提議發起的 我所主講的 就是蘋果和被動元件 還有漲價概念股這兩個東西啊 等一下你可以看啊 昨天你有看到我節目的 也寫得非常清楚啊 各位來看一下數字寫在這裡啊 各位看到沒有 沒有人敢跟你說 在這個低點的附近啊 你要開始去做布局啊 如同上一次啊 兩次節目一模一樣啊 我說這個時候 有的時候有點巧合啦 8月16號 各位來看一下 這是不是8月16號 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啊 有沒有命中最低點 10523到10600之間 11606之間啊 結果答案是10606 這個1打錯了對不對 各位啊 這個之前 這個很簡單嘛 之前的前一天也不是我上節目 之前今天晚上也不是我上節目嘛 還要跟各位說什麼 這個低點上來的時候 你先記得來回操作嘛 幾支啊 34%三支停板嘛 這裡也有三支嘛 今天再上來的話 有沒有七支停板啊 股票市場你就是要抓那個轉折 強勢股票 只要有反彈你就能夠抓 這才是真正叫做操作的基本妙訣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再印證一下嘛 8月16號告訴你的 是不是這裡 日期讓你看 我先必須要講一件事耶 換成是你啊 看到這種狀況啊 你要上節目跟人家講說 這裡低點就在這裡 同樣的今天這根紅黑棒還沒出來 換成是你啊 你今天看到這樣狀況 不只自己的節目 連上節目這麼名記者在訪問你啊 你要跟他講這裡就是低點 我必須要跟你講 這兩次跟我上節目的很多朋友 根本都不敢講這裡是低點 我當然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等一下這段VCR當中 我一直跟你強調 兩次的條件都是一模一樣的 以後這句話 不要下次低點你又忘記了 當融資減幅大過大盤減幅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行情真正別人最悲觀 而你最需要有信心的時刻 我知道大家都講說 別人悲觀的時候 我必須要很有信心 要想辦法站起來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啊 這就是真正的信號 如果真的我必須要用一個數字 一個數據 一個指標來跟各位講 有沒有說到 當然有說到 有沒有說到 當然又做到了 尤其是你要看我的節目的朋友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你現在就差那一步啊 你看節目你可能不敢買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你看節目你真的不敢買啊 老實講的好像不錯 頂多啦 我能夠幫助你的就是說 啊我不小心套牢了 不要賣 我頂多能夠幫助你說 啊我不小心套牢了 不要賣 但是呢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等一下你會看到 連6182的合金啊 我都有給朋友們做建議啊 頂多你看我節目就是不要賣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如果想買進去賺漲停板 想要真的賺大的 我真的必須要跟你講 你必須要跟上我的訊號 你必須要跟上我盤中 每一句話每一句話來告訴你 因為這節目不可能24小時都在播啊 不相信 如果剛才 如果等一下這段VCR 是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覺得 你今天會不會賺錢呢 來 導播我們來播一下昨天的VCR 請大家看 我今天假如跟你講 世紀剛獲利之後 立刻買進 例如說我立刻買進順耀大賺好不好 買進保銳大賺 我真的告訴你這不難 那節目應該也很簡單講 難的是啊 如果明天開的時候不是往這邊開 而是往真正的轉折點去開的時候 那我就告訴你一件事 我通常不會去做那個最後一個追高 或者最後一支漲上來的股票 我通常會去找那個 什麼股票在底部的一些個股哦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第一句話寫在哪裡 融資減幅大購大盤減幅有沒有 第二句話跟你講說 各位啊 我今天不是跟你講做多而已啊 我不但跟你講做多 而且我還告訴你說 我們在轉折的發生的當下呢 會帶你避開 然後去操作啊 操作非主流的股票 我必須要這麼形容 非主流的股票算是 四季剛這次是非主流 而且我剛才講得很清楚啊 如果我昨天帶你買的是順耀 今天好像沒那麼漂亮對不對 如果昨天帶你買的是浩頂 是不是昨天浩頂給漲頂 你們今天好像沒那麼漂亮啊 我知道帶你上車 我更知道什麼時候帶你下車 我知道帶你上車之後 什麼時候不能追 這才是重點 所以會下車的人會不會上車 我告訴你 當然會啊 會下車的人會不會上車 我問你一句話 四那利空耶 我今天來我只這麼講一件事了 我知道說今天只反 應該這麼說啊 上漲第一天啊 你說老師到底會不會這樣子上漲上來 我說啊 這後面必須要一個條件一個條件去驗證 但是我告訴你 這裡比這裡啊 看起來更好一些哦 所以呢上面這裡 我認為還有機會再挑戰一次 這裡比這裡更好 等一下我跟你來做證明啊 我只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7月11號來 當時說要磕美國2000億的關稅 就是今天哦 中美坐上貿易談判桌的 我告訴你說 這可能是假利空 今天似乎證明 真的是假利空了 這個我就不跟你多做討論了 第二個 8月16號 8月16號 剛才你看到了 到了8月22號的時候 我還是通知你這句話 融資減幅 大國大盤減幅 親愛的投資朋友 跟昨天的狀況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上一次看到我說 哎呦老師 10606就是這裡哦 可以搶一波反韓 你說老師真來假的 沒關係嘛 搶對了有錢 知道下車就沒問題 保持戒慎恐懼 然後記得該賺的錢你要賺 該賺的錢你要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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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賺的錢等到利多出來的時候 你再稍微留意一下下 這樣子就OK了 沒錯吧 請問是不是就是這一段啊 你說老師只有這一段嗎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了 從這裡開始 7月23號 慢慢看 我們這次要慢慢看 你要先看看說到底啊 現在行情開始了 已經有這個徵兆了 誰能夠帶你賺最多的錢 誰就能夠讓你最安全的 上車跟下車對不對 來看這一段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是不是從這根開始的 是不是從這裡開始的 是不是從這裡開始的 我說過你只要 你說國巨這樣子衝 真的是貴了一點 華興科價位剛剛好 對不對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是這一次9月3號出去的 這是上一次啊 7月20號 7月21號跟你講不能買 看清楚 沒錯吧 明天週五不要追啊 有沒有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啊 這是上一波 你可以搶一下華興科還有國巨 基本上國巨你自己去算 我基本上我等一下也拿給你看 但是各位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這一次又回來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你 我說上面調整三分之一之後下來還要再買 我說各位看到沒有啊 底部籌碼安定 融資減幅大國大盤減幅 有還是沒有啊 來再講一次哦 所以等一下你要特別留意哦 我說過你看我節目你已經知道我的方向了 來融資減幅多少 百分之四點八對不對 融資減幅減多少 大盤跌百分之四點八 融資減幅減多少 減百分之六 這比10606 是不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這最好的證明啊 這裡少了5% 這裡少了6% 你看這個公式準不準啊 你看這個公式準不準啊 這是第一個啦 各位看到沒有 8月16號啊 看到沒有 8月16號在這裡啊 這一波呢 你可以賺兩百多塊錢的 兩百多塊 兩百四十 不知道要講多少錢啊 反正就是國劇兩百塊跑不了 對不對 那華興科一百三二三十塊跑不掉 那請問一下這一波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嘛 這就是昨天剛好又去上這麼 權威的節目 我覺得這兩張照片 我要留下來當 當節目裡面最好的證明啊 因為根本就已經有正式的人在這個現場了 而且這一波行情裡面呢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應該還來得及跟各位秀啊 是不是 好 看到來 在這裡 Look 這都是節目 各位看一下 這都每一集每一集 你可以去YouTube點 蘋果被動看過來 嗯 如果老師合作上來我猜不到也沒關係 猜不到也可以猜得到這個吧 咦 跑到哪裡去 歡迎各位 真正的方向在這裡 真正能告訴你這個行情 怎麼走得在這裡 重點是你必須實現它 實現它 麻煩各位 今天啊 一個OK的方式給大家了 我說過了 想盡辦法鼓勵大家 就用這個OK的手勢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Ape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2781-0909 特別是這個行情 每一次往下壓 我認為到現在為止 都是一模一樣的現象 那麼假如你在這邊畫一條上升趨勢線的時候 就跟我跟各位講的一模一樣的情況 你各位看到沒有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句話 人在沒有信心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真正好的老師 想辦法趕快跟上來 特別是 大盤在壓迴的過程當中 你要知道有所取捨 你各位看到沒有 我真的是有所取捨 可以帶你進 還可以帶你退場 這就是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我昨天剛才重播講得很清楚 我昨天可以很輕鬆的跟你講說 哎呀我們現在全面轉進去什麼生計股 但是我真的看得懂 我說這個時候 不正面對決 毛利加上營收成長率概念股 這是我昨天在股市現場裡面 大幅的跟各位來討論的問題 而且今天的資料裡面 是不是有全部完整 我等一下看一下 基本上來講的話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漲價概念股呢 在另外一張吧 那麼也是在這個畫面上面 跟各位所談到的現象 而且這次我要跟各位說 我認為這次賺大的 那後面這段有聽的 代表說你現在是非常支持我的 我認為你現在要趕快想辦法跟上來 你說老師為什麼跟我講賺大的呢 來各位來看一下 這裡10606 剛才我已經給你證明了 有沒有抓到低點有沒有 有啦確定有抓到低點啦 所以呢我不會在這個地方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趕快停損啦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停損的話 真的你後面這幾天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常常這樣子 有人就停損在最低 有人在最低的地方就是最悲觀 就是這個地方去放空 我說這是錯誤的 你如果說真的要賣掉 你可以賣在這裡再回來接 我說這樣子是正確的 你要賣在這裡再回來接 這裡是正確的 每一個行情都會有一個坡一個坡 本身不管它往上運動的時候 或者呢短線上修正的時候 會有一個往下運動 那你必須要在這個融資跟融券之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 因為這裡沒有融券 這融券一直在降 所以這地方必須 這三根要搶反彈做多 因為這裡也沒有融券讓你放空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這融券一直在降 你各位看到 這強制會補嘛 所以你說在這邊放融券 這沒可能的事情 頂多就是在這裡 這裡放融券不對吧 這裡是要開始搶反彈了吧 所以華新科最正確的做法 是這兩坡通通都要賺到 這才是正確的一個情況啊 那先不要講那麼多 先講8月16號 各位看一下來 8月16號 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華新科上來 你們發覺華新科有個角度很不錯 真的我們必須要舊盤論盤跟各位看 華新科有個角度很不錯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如果你看其他的股票的時候 會發現說今天是漲上來的 這個角度好像不是很強勢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角度好像不是很強勢 所以我就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啊 這波上來啊 你還要再賣一次啊 因為下一個低點可能還要再發生 往往這樣的低點呢 是越多股票在 所謂往上來做上攻 越重要的股票往上上攻的時候 那答案就會越明確 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所以為什麼我跟各位講說 假設這一段時間 你要看我節目的 我連這個低點跟這個低點 中間的分別 都跟各位說了哦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攝影師在照鏡來看到 來在這邊有兩句話 兩網止跌 行情總在最悲觀的時候開始 兩網止跌 什麼意思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必須要這樣跟各位說啊 這一整年下來哦 我一開始就跟各位講說 請你記得一件事啊 照政策指標去賺錢 照政策指標去賺錢 做強勢股賺錢 OK 這是前半年講的話 做強勢股賺錢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為什麼沒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馬上就要衝高了 而且一定要過高 跟你講到這麼有信心 就是因為 這裡呢 每一個低檔 我們都認為還有回來 低檔上去之後還有回來 低檔上去還有回來 這是我一直跟各位講的現象 為什麼 答案在這裡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們有發現啊 這一波 這幾次的陸陸續續 今年以來是第五次碰到年限 第五次碰到年限 這五次以前啊 鴻海都沒漲 鴻海誰幫你講 哎呦這個不好意思 鴻海去年你去查一下 非凡商業週刊 查一下我的節目 iPhone X出來的當天啊 後來空頭也照我的講法 對不起啊 空頭照我的講法 但是我不是放空的人啊 因為龍圈這麼低 有什麼好放空啊 各位看到沒有 你換股就好了 我當時跟你說 iPhone X出來不要買 不能說不要買 就是說他慢工出戲活 對他很不利 這一講呢 我說真的一件事啊 我也不知道他一整年都不會上來 只是我知道說他不好了 我不希望他是真的就如我所講的 他跌這麼多 但是我跟你講他不好了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啊 為什麼我說這次的低點 是今年以來最有機會的低點 反而跟別人的講法完全不一樣 我希望所有朋友 你要能夠清楚這件事 你清楚這件事 等一下你就做好決定 我這一波一定有決心 帶你一定好好狠狠賺大的 因為這一次的低點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早上第一支發動的股票 叫什麼名字 有老師不是鴻海啊 你忘記了 蘋果有兩個代工廠 鴻海負責一部分的代工 核碩負責一部分的代工啊 本來核碩認為說 這次可能拿不到單子了 所以呢 這次又拿到單子 領先鴻海做反應 況且他比較小 所以看起來幅度比較大 懂不懂我的意思 注意哦 你把鴻海這兩個字 改成合作也是一模一樣哦 這一整年下來 蘋果都沒有參與任何的反彈 這一整年的低點到高點呢 是比特幣 是被動元件 是漲價概念股 是MOSFIT 是所謂的風力發電股票 往上頂上去的 跟蘋果一點關係都沒有 偏偏蘋果是這個指數 最大的支撐 懂不懂我的意思哦 所以各位注意啊 我今天不曉得有沒有帶出來 好的股票已經一檔接著一檔出來啦 連電動車都會有啊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這一次呢第一點是最有機會的 是最有機會讓你賺大的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9月13號我這麼勇敢給你寫 蘋果被動看過來 啊 兩個都寫上去啦 昨天在非凡電視台 也是蘋果跟被動 全部通通講上來哦 各位注意哦 我認為啊有一檔股票 我已經全部準備好了 隨時隨地就要準備開始 你今天來我就直接帶你上車 而且呢不是鴻海 你說老是鴻海 鴻海有什麼話說的 鴻海我告訴你送禮啦 送給你啦 我那個時候告訴你說要賣算送給你了 現在跟你說他到底了 我會跟你講我送給你可不可以 有這麼多喜歡鴻海的人 我就真的必須要這麼說 我認為鴻海它是一個非常穩定性質的股票 但是呢絕對不是 你股本這麼大怎麼可能爆發力很強 它可能就是這樣上下上下 但是可以做很久的波段 OK 你可以拿它當做重要的指標 但是接下來呢 你有沒有想過 一天下來鴻海跟華新科相比 哎呦 當然也是賺華新科他好談 華新科跟加幫他相比 我相信你還會想說 有優所掌停的比沒所掌停的好 人都是貪心的嘛 都是希望利用機會賺大的嘛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一次就是最有機會的一次 所以你要找誰啊 我還是這麼告訴你一件事情 來 誰能夠帶你做華新科 我今天就只能講華新科了 因為時間太少了 因為這太多股票 還有國劇要講 誰能夠帶你紅華新科 連賺83塊錢 注意喔 這時候大盤都還沒跌 還在一個盤整的過程喔 融券餘額在大降 所以你只能想辦法跟我搶喔 誰能帶你搶 搶完之後咧 我知道這個地方 請你記得一件事 我知道422塊以上要賣出 假如說你是套在491塊的 你能不能跟著我在這邊買進去 在整個380塊錢買進去 到422塊的時候 趕快全部出場 所以我跟你講說 這次被動文件 從上面到下面 唯一沒有套牢的就是我 因為我知道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出啊 因為我知道說現在已經碰到一個什麼 月線 月線到這個地方開始往下轉彎 那這個月線的從上漲到橫過來 到下彎的時候 這時候你應該做些什麼樣的動作 對還是不對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其實這些技術分析啊 咪咪咪咪咪咪啊 你要想辦法跟上來 我直接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我準備好了一檔跟華新科一樣 我就是準備一直要給你來回操作 但是這次的漲價概念股呢 原則上我們會 鍵盤解盤來跟各位來做報告 華新科談幾支 我們賺幾支 那什麼時候又震動了 我一定會想辦法帶你震動 你想要做被動元件來回操作的 我今天就一直拿華新科給你證明 因為國具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好不好 國具的方法 你說老師這個什麼什麼 這2478的大億科 這些幾乎都差不多 但是我不可能一支一支講給你聽 請你記得這個我都能夠幫你操作了 6284的加班 我說過我這次最看到華新家族 從這裡到這裡兩支停板 今天就第三支上來 有沒有看到 沒有選錯 還是很好啊 另外呢還有一檔股票 那我認為今天呢 因為資料沒有帶到 帶到他的情況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他已經這一整年了 幾乎都沒有動了 但是未來的爆發力非常非常的強 這幾天我都在做這件事啊 做著幫你大賺錢的夢想 所以請你跟上我你就OK了 這個OK手勢代表什麼呢 歡迎你想辦法跟我們公司來做聯繫 因為能夠抓住轉折的人 就能夠幫你在未來的轉折 賺大的 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有個大證券 什麼都不保證 有個大證券 在裡面